姐夫 姐姐 管子 你瞧她那衣裳 瘦不太小了 妈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时尚 年轻人就喜欢穿紧身的 是不是 熊 大 原蛋的大 妈 大姨 表姐姨父 我现在再次正式向你们介绍 我男朋友 熊蛋 大姨 各位实在不好 一次让你久等啊 我刚才临时被发去送快点 送 送快 快餐 快餐 现在他店里人手不够 他经常自己去送 难怪满头大汗哪 快坐 擦擦汗 走 谢谢阿姨 爸 小伙子看着老实厚道 还挺精神的 说什么呢 现在老实厚道 不是跨人的话 店里的生意怎么样啊 挺好的 有时候一天能跑十几趟的 每逢节假日啊 网购的客户特别多 那个妈 现在不都流行网上订餐嘛 让网上订餐的人特别多 你的店名叫什么呀 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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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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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康师傅 没听说过熊师傅 没听说过熊师傅 这是菜单 姐 你来啊 你点你点 你选客 你点 你来啊 身卖团鱼不错 就是有点贵 二百七十元呢 不过啊 象征的团团圆圆 寓意挺好的 要一条 熊丹 你喜欢吃醉虾吗 阿姨我最喜欢吃醉虾了 妈 你自己拿主意就行了 一份还是两份啊 一 一 一般都点两份吧 成上成队吧 小伙子想得还真周到啊 来两份 这个 葛仙米炖活疗参 香捞鲍鱼仔 还有烧味拼弹 刺身三文鱼冰镇法国兰 二姨 都是自己家人吃饭 不用那么客套 随便点一些就好了 你啊 也太瞧不起你姨妈了 咱们好不容易聚一回 怎么样 也应该吃得舒舒服服的 是吧 好 听二姨的 这里边招牌菜啊 都来一份 好的 行啊 二妹 大方 客气 今天啊 珠珠的男朋友请客 我也是借花献福 请问要用点什么酒水 二锅头用的 二什么锅头啊 你是不是当你快餐店了 你给我看一眼吧 就这个吧 九七年的拉菲 再两瓶 拉菲是什么玩意儿 法国红葡萄酒 一千八百八十八一瓶 对不起小姐 是一万八千八百八十八一瓶 别听她的 小屁孩不会点 就点一个小拉菲 去吧 好的 熊大 脸色不太好 不舒服吗 没有 没有 没事 阿姨 我出去接个电话 不好意思 挺好的 我挺满意的 我才离开多久啊 你这连命多昏寇啊 你到底是有多小啊 我想你去死 你这 抽什么疯的 花钱 我身上的钱都给你外公垫付医药费了 你还想怎样啊 六万块钱呗 我外公藏家里六万块钱啊 我 我外公藏家里六万块钱啊 大姐 我年龄还小的 您别给我吓坏了啊 好 好 好 老板跟您说 我长这么大 六万块钱捆戏长什么样 我都没见过 您要找钱你为你外公要去啊 您知道我外公现在不信人事 所以让我问我外公 我什么人品啊你 太厚颜无耻了吧你 你才厚颜无耻的 我好心好意救你外公 你不但不感谢我 还问我要钱 行 看来我只能报警啊 你报 你报 真的 你现在就报 你要不报警我都瞧不起你 用不用我报你拨号啊 够狂的呀你啊 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你因为人症对吧 二没物症对吧 翻墙入是你认了对吧 都承认了 你说警察叔叔来了之后 信你呢还是信我呢 你说你一送快递的 你以为挣多少钱啊 来这么高大上的地方 你知道吃多饭多少钱吗 信不信我把你丑合的嘴脸 进去告诉你女朋友 你敢 有人不敢敢 来 还真去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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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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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你让我去吗 来 来 放开 熊大 露手 走 珠珠 珠珠 那个 这 这事是这样的 我知道你 那个心里肯定有想法 但这事跟你想的 肯定不一样 命当女人她是谁啊 你怎么还能报她呀 说谁老女人呢 我说你呢 你再跟我说一遍 老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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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扮得跟个妖精似的 还自动来的吧 怎么样 女人啊 需要上了一定的年纪啊 才会有女人画 我呸 我现在是什么样 我现在是红苹果 不是又好吃又好看 你现在是什么样 你现在是圣女果 连水果都不是 把你扔在大街上 都没人看 真是拿无知当有趣啊 等等等等 先不聊了你们 马前还我 赶紧的 你别老跟我提钱的事啊 再给我提钱的时候 我真跟你急 你急呀 你急呀 你打开呀 没办法 她水会打我 你放手 你给我松开 你给我松开 你干吗呢 你一样一样脸啊 你们三个这是 闹哪一出呢 小姐 那个老女人她欺负我 你帮我出气 出什么气呀 那是我闺蜜 依依 这就是我表妹 干吗呢 轻点 什么呢 你现在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你们到底要干吗 厕所维修 楼上还有一个 我天哪 你去 能干吗呀 我要说我想请你吃饭 你敢信吗 现在我舅舅舅妈 一致认为这事是你干的 所以呢 能证明你清白的 只有我白宫 你觉得你不回去合适吗 说的恰论好处 合情合理 熊大 我看你还是先去过个堂吧 合什么礼呀 不许去熊大 我妈还在这儿呢 要是你现在一走了之 那她以后肯定就不会原谅你了 搞不好一生气 把我也要带回老家了 我们家那个地儿 连搬泥路都是最大的牌子了 我以后怎么生活呀 好了 朱朱 你都扯到哪儿去了 那你以为熊大是快递员这事 还能瞒多久 阿姨如果知道了 不还是要带你回家呢 反正就是不许去 尤其是不能和这老女人一起去 你这人嘴怎么那么欠呀 由本处去担招啊 挑就挑 谁怕谁呀我 我怕就走 你怕就走 行行行行 你也吵了 行不行啊 我跟你回去 行了吗 为什么呀 熊大 我不会真拿了人家的钱吧 你看 你都开始怀疑我了 我能不回去跟你解释清楚吗 我以后怎么做人啊 那你要去 早点回来呗 还有 能不能先把单买了呀 要不我妈肯定骂死我了 行行行 我买 我买 来 我挣好一万块钱 随随便便能从身上掏出来 一万块钱现金 我们家开银行呢 我外公的钱吧 剩下的呢 拿上来吧 你非逼我今天打女人是吗 你逮一个我胖啊 费什么坏啊 打压的 谁在这儿都拿 你真是你 我走 把钱给我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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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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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不好意思啊 真是 你说你们俩能不能别闹了 珠珠 珠珠 我人得跟她去一趟 我去一趟 人我可以借给你一会儿 但是这个钱你给我留下 凭什么呀 钱也得给她 那凭什么呀 你把我一大夹子料在这儿 你怎么能让我人才两空呢 珠珠 你要再这么闹下去 一会儿你妈出来了 你就不是人才两空了 你就四大皆空了 一起去一趟 好了 好了 哄宋 小辰 好了 怎么了 你 阿姨 我这话有事 我得先出去一趟 你想吃什么 随便你 以后我回来的街票 她怎么走了 那个女的是谁 怎么还夸着她呀 怎么回事啊